就是普里美食地图这个地方 我刚刚讲这个普里美食地图 第一个它载进来 这个是phone gap的效果 就是说呢 它会有一个前面的封面 你可以在setting的地方给它一个封面 一秀出来就会有一个封面先停个一两秒钟 然后再去进到里面 那这个sample里面就是说 一进来之后呢 我们会打mark 打地标 有没有看到 上面的地标实际上是动态的 当这个地图载进来有没有 就会有一个marker 有没有 这边每一个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给它一个清单 它会帮你把那个marker 这个打上去 那这个效果跟v2的效果一样 可是真是简单很多 也是打marker 那marker上面也会 一个listener 那观念跟前面我们讲的v2的那个一样 建一个listener 那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直接点击其中一个 也是可以直接跳到 就是我讲的 点击这个有没有 它会跳出一个title 但你可以加一个snip 我这边没加 就直接点两 直接点两下 它会直接怎么样 就跳到title的地方 我不是有click事件 对不对 你就是 当我点击了那个marker之后的话 它一样可以跳到这个地标 那这个地标里面呢 它有 几个选项里面的 相关的说明 建立时间 就是你自己可以去过的话 你可以留一些讯息在这里面 另外旁边这边有几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常常会需要 尤其地图你会需要 路径规划 你怎么到那里 所以首先我要怎么知道我现在的位置 再来怎么样 我要知道怎么要去那里 那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 轻 它就马上帮我规划 好 第一个它会先抓到我现在的位置 第二个的话呢 它会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它不是 不是真的去用 V2的SDK去开发 它是直接怎么样 去把 参数 藉由传递什么 URL的方式 去丢给什么 丢给内部的那个web 内部的那个webkit 就是那个浏览器 去帮你处理 那这个好处是你可以省略掉很多什么要验证啊 或者 金钥啦 或者什么什么动作 也 通通可以出来 你会发现的路径规划马上可以出来 那我现在的位置 有没有它这边也有 而且你会发现 导航 也会出来 如果说你要开车 它这边有开车的 有没有 那如果你要什么呢 你要坐车 它这边也会出来 也可以让你 去做 那其实就跟那个在 在我们的 Google map上面用的方式是差不多的 甚至你可以用步行导航 OK 类似像这样的方式 那这边